郭小麻 핑 180рет高模試 郭だ Allison Kas Carol 初明 indict 朱青琪 好 我們今天的活動就正式開始囉 現在這邊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中央大學物理人性朱青琪 也是台灣這個活動的主持人 我們在這邊要先特別謝謝中央大學 還有國歌會給我們這個經費的支援 讓我們可以持續的辦這個活動 那今天呢 還是先問一下 是第一次來參加加日科學廣場活動的朋友 各位主的手 好 謝謝 大家已經在外面有聽到抱怨 這個真的很難抽啊 真的是很難抽 實在是沒有辦法 我們會盡量就是把活動的記錄呢 未來放在這個網路上 那即使你沒有辦法參加現場的活動 還是可以透過網路的這個平台 想辦法去看到一些這個活動的過程的內容 小朋友很乖喔 只要是開始講話就哭了 這真的很配合 那我現在要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這個講師喔 今天的講師是老朋友 我認識吳老師已經很多年了 吳老師現在呢 他是這個高中的退休的物理老師 他原本是在台中的民道中學服務 非常資深的一位物理老師 吳老師退而不休 就是他現在除了會 就是常常就是支援 像我們這樣的科普活動以外 吳老師也寫書 也寫教材 所以他在這個教學方面的資歷喔 還有經驗非常的豐富 那希望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今天呢都可以 在這個吳老師的這場活動裡頭 有一個不一樣的科學課的體驗 那我們就以最熱烈的掌聲來 歡迎今天的講師 吳老師 謝謝 謝謝各位 那個我看今天很多家長陪著小朋友 過來對不對 那今天我們要想要給小朋友體驗的這個 這個內容啊 也是一個 應該是 不是一個很陌生的東西 所以我想先 這個請家長好 等一下如果我們再進行中間 你知道是什麼東西 是什麼答案的時候 我希望你先認一下 不要告訴小朋友 不要告訴小朋友 我們希望能夠盡量讓小朋友 可以自己去發現 然後自己去去思考那個東西 好不好 對對對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活動 總共有四個活動 四個活動 那我們先來看 第一個 活動一 來 這個 大家注意看 尤其小朋友 我今天我希望 我們小朋友 第一個 你注意看 看了以後 你想到什麼 就說什麼 好不好 不用擔心 也不用怕 好 你知道你想什麼 或者你想問什麼 都可以隨時起說 好不好 好 好 很好 對不對 來 那 大家看到什麼了沒有 好 有 有 機器人 機器人 有绳子 总共有四个绳头 对不对 好 注意看哦 注意看我要做什么 来 现在这条绳子 是不是跑在外面的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 有 OK 现在 我从这边拉 你们认为这个绳子会怎么样 会缩进去 会缩进去 好 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后面 有没有看到 来 没错哦 绳子会缩进来哦 再来 假如我从这边拉 绳子变长 这边拉绳子会变长 还有吗 好 很简单 我要问一下 为什么从这边拉绳子会变长呢 你是怎么想的 要想就是同一条线一边短一边长 你认为说这是同一条线 所以我这边一拉 这边会出来 这条线会进去 对不对 好 注意看哦 没错哦 没错哦 可是 假如我从这边拉呢 会变长 会变长 也会变长 对不对 有没有注意到 OK 好 你看 我不管怎么拉 我不管怎么拉 那一定会有一边会变长 奇怪 怎么这绳子都会进去 对不对 OK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看到了哦 看到了哦 对不对 好 当你看到了什么以后 你现在脑子里面 有什么感觉 有什么反应 有没有哦 有 看他们很爱吃 来 有没有 有人记住 你看到了 你脑子里面有没有什么在 有没有感觉什么 来 我来问一下这个小朋友好不好 来你说 我觉得那个线好像里面都是缠在一起 然后 所以会有一边拉一下就会变成 你想到什么 想到说 里面的绳子是怎么样子的 对不对 为什么 会这样子 对不对 好 还有没有想到什么 没想到我的机器人 有没有 有 它是机器人 来 你说 你想到什么 我想到 它是机器人 好 你想到它是机器人 好 里面有一个人在那边操纵 是不是 好 还有吗 来 你说 OK 你是想到说 这里面的绳子到底是怎么缠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很好 没错 好 那 我们第一个 一定是先看到什么 对不对 或者先接触到什么 对不对 欸 接下来你就会怎么样 欸 接下来你就会想到什么 对不对 你看 刚刚已经很多人想到什么了 好 这里面最重要呢 就是想到 欸 这里面的绳子 到底是怎么缠接的 对不对 是不是 好 当你想到这绳子里面到底怎么缠接的 你是不是就会想怎么办 你就会想知道 你就会想知道 是不是就会想知道 OK 我们有什么办法知道 这里面的绳子怎么缠的 打开来看 打开来看 那假如我说 不能打开怎么办 把它切开啊 切开跟打开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刀子把它切开 就是刀子把它切开 好也不能切开 那把踢开 都不行 撞开 都不行 OK 我们现在的条件 什么都不行 你怎么知道 里面的绳子怎么缠的 来 想一下想一下 想到欸 好 你说 用拆的 那你怎么知道你猜的对 来 重做一个看看 重做一个看看 是不是 以你把你的想法 重做一个 是不是 OK 来 你 把绳子拉出来 把绳子拉出来不行 就是这样子而已 你怎么去知道 里面是怎么样 还有吗 这边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 来 你说 用什么 用想的 用想的 对啊 那问题用想的 你怎么知道你想的是对的呢 对不对 刚刚已经有人说用猜的 没错 可是你怎么知道你猜对的呢 怎么样 查书 看有没有什么 这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那 他说去查书 去看书 去看书 没错 欸 怎么样 把它磕一个洞 把它磕一个洞 那就不能破坏它 不能打开 什么都不行 你怎么去磕一个洞 用强射啊 用强射 用强射 来 你说 但是 今天你怎么办 今天 对 今天 你怎么办 没有S光 怎么样 手开 都不行啊 来 最后一个 做实验 也就是刚刚有人说 重做一个 对不对 对不对 来 你怎么做实验 你怎么做实验 OK 来 我们接下来 就是要做什么 实验 要是什么 就是要实验 要去试 知道吗 现在 我们要花 一个纸杯 还有线 让你们去试试看 怎么样做 才能达到这一个效果 没关系 我们现在不用盖子 每一个人 怎么样做 怎么样做 才能达到 这个相同的效果 相同的结果 我先提醒大家一下 因为我发现 有人只用一条线 你想一条线可以吗 不行 对 因为这个有几个线头 有四个线头 一条线怎么有四个线头 应该是两个线 所以 用一条线的人 想要就不对了 对不对 真的可以耶 两条线 我知道怎么用两条线 把它剪开 没关系 你如果要用两条线 对 你可以剪开 要不然你可以再去拿一条线 好 好来 他这边已经做好了 你让他看看 看看 有没有打到这个效果 大家注意看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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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谁 来 你让他看看 拿高一点 给大家看 好 没关系 你就 就他 好 好 不錯對不對 這個也有同樣的結果 對不對 好 還有妳 來 妳給大家看一下 我會喔 來 坐好就過來 沒關係 好 拿高一點 好 有沒有 有對不對 OK 來 不錯不錯 她這個也有 還有嗎 來 來 好強喔 我們再徵求兩個好不好 媽媽做的啦 妳的繩子比較短 妳繩子比較短 對 所以大家講這一點點 不過一樣 對效果還是有 OK 再一個 有沒有 對喔 我這邊看到有一個 我這邊看到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 其實這個也可以 這個其實也可以 還有嗎 還有 還有 他把自己當桶子喔 來 我們來 上面 穿繩子好不好 OK OK 好好好 不要 從這個耳朵 穿進去從那邊拉出來 對不對 好 來 剛剛 哇 這邊我們擺了好幾個 這個 小朋友出來 他們 都做得不錯 都達到了這個 結果 那 其他人有沒有想知道 他們裡面怎麼做的 來 現在 我們就可以看了 來 他們怎麼做 他們是 還有一個碗 他們是把線 兩條線繳在一起 還有一碗 但是我剛剛看到 有人把線繳在一起 可是拉起來好像不順 你知道那是什麼原因嗎 不知道 那就繩子 長度不太對 所以你現在了解 當你在試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可能會發生一些 別的問題 對不對 例如說 你先想個方法對囉 那為什麼不能達到這個結果呢 原因是因為怎麼樣 因為繩子不太對 長度不夠 或者長度太長 好 好 這是一個現象 對不對 再來 是不是只有這個方法 做好了 是不是只有把繩子 纏起來的方法 價格而已 其實不只有 老師我做好了 不只有 來 好 你坐下來 坐一天 來 坐一天 來 其實不是只有這麼一個方法 好 這邊有一個 他怎麼說 他把裡面的繩子 兩條繩子 從中間 把 綁起來 從中間綁起來 從中間綁起來 其實不只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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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 先 先有一個概念 先有一個觀念 來 來 我們說 你要試什麼 對不對 當你試過了以後 現在大家是不是就已經知道了 這繩子裡面 裡面的繩子是怎麼做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 是不是知道了什麼 也就是 學到了什麼 對不對 好 你看 當我們在做一個 在學習過程也好 或者我們在做一個什麼 研究也好 小朋友 來 小朋友 來 注意看 我今天是想要告訴你 當以後你 碰到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是不是 沿著這樣的一個順序 在了解它 沿著這樣的順序 在學 對不對 OK 第一個 你一定是先看到什麼 再你就會想到什麼 對不對 接下來你就會想去試試看 試了 對了 欸 你就知道了 這個結果 就了解了什麼 是不是 好 那萬一 試出來不對怎麼辦 就剛 有人試出來 欸 發現奇怪 怎麼沒有這個結果 沒有這個效果 好 發現它不對的話怎麼辦 怎麼辦 欸 再看看 再把原來的東西拿來看看 然後再去想 我怎麼去修正 對不對 換句話說 從頭 再去看好一次 是不是 OK 好 我們最後 再一起看一次 深入去了解一下 到底它是怎麼樣 是不是這樣子 OK 欸 這是 我們第一個活動 但是 從這邊 我們要了解另外一個問題 來 這邊有兩句話 第一句話是什麼 好嗎 答案 往往是 不止一個 對不對 記得喔 你不要以為 你將來讀什麼東西 都是唯一的答案 不一定對不對 只要那個答案合理 其實就對了 好 所以答案往往不止一個 它可以有很多個 你可以多後面去想 好不好 好 第二個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有一句話 條條道路通 有 有馬 只要合理 什麼都對 OK 這是我們第一個活動 希望 小朋友 有這麼一個認識 來 小朋友 想不想得 我們第一個活動的目的是哪裡 知道不知道 OK 好 來 接下來 我們第二個活動 今天第二個活動 我們接下來的活動 就希望 用剛剛第一個活動的精神 來進行 好不好 來 大家注意喔 大家注意喔 現在大家注意看 看看我在做什麼 然後也看看 你到底看到了什麼 好 等一下 我要問喔 來 好 你看到什麼 我看到了 浮起來 浮起來 什麼東西的 來 不要講 我用問 我們來問 大家都有想的機會 好不好 來 有沒有人想說說看 他看到了什麼 你說 我看到有些空心的東西 浮起來 有些空心的東西可以浮起來 有些空心的東西可以浮起來 這個乒乓球是吧 但是 是不是浮起來的一定是要空心的 不一定 像這個夢幻 它就不是空心的對不對 好 有人看到 空心的東西會浮起來 那是不是空心的東西一定會浮起來呢 不一定 不一定 這邊我沒有找到那種 空心的 會沉下去的 沒關係 誰看到 來 你看到什麼 你怎麼曉得 你從哪邊看到密度比誰大 密度比誰小 從哪邊看的 誰說的 你看到了嗎 看不到對不對 沒錯 你講的沒錯 但是 你那個不是今天 你可以看得出來的 懂嗎 對不對 我們看不出來 好 來 你說 有空隙的東西都可以浮起來 有空隙的東西都可以浮起來 第一張不曉得沒有 保慮 你這回保慮裡面有空隙是吧 好 OK 還有嗎 還有嗎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 我看到了什麼 看到了什麼 看到了什麼 有東西會浮起來 有東西怎麼樣 對嗎 不是 不對嗎 你是不是看到 有東西是浮的 有東西是什麼 沉下去的 沒錯 我們確實是看到這個對不對 所以剛剛有小朋友說 他看到了密度 我說看 怎麼看得出來呢 對不對 看不出來嘛 有小朋友說 我看到了這個空的東西會浮起來 那是因為他知道乒乓球是空的 但是不一定是空的會浮起來 沒錯 來 你看到什麼 很簡單 有東西是浮著 有些東西是什麼 沉下去的 對 接下來 有什麼問題嗎 來 當你看到這個現象 有什麼問題沒有 怎麼樣 來 你說 小朋友你不是技術很好嗎 來 說說看 你想到什麼 你有什麼問題 你 來 福利 福利 你為什麼會想到福利呢 因為 如果東西是水進的話就會浮上 OK 所以今天 大家都已經帶著那種 好像已經知道的東西來自你的 對不對 很好 但是 我們今天 希望你真正的進行的是 對 沒錯 你看到有東西 這一個福澤 有些東西全下去 那 你直接就想到福利嗎 你有沒有別的 有沒有別的 來 你想到什麼 它 它 它有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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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是說什麼有重量 這些東西全力 對啊 那這跟你看到有什麼關係 都有重量啊 都有重量啊 好 你怎麼樣 你想到什麼 好 好 好 有人針對這個現象問了一個問題 為什麼有些東西會 有些東西會沉 對 這應該我們看到以後會想的對不對 還有嗎 還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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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為什麼那裡面好像紙箱的東西喔 來來 你不要去弄它 有一個像紙箱的東西 是不是 OK 他看到這一個 這個不是紙箱 那是雅克力塊 那個 朱老師本來說 你要不要把那個紙撕掉 我說不要 結果他看到了 這個 這不是紙箱 這是雅克力塊 雅克力塊 好 還有嗎 沒有 十星和空星 十星和空星 那十星和空星跟這個有關嗎 沒有 老師 蛤 為什麼 從水裡拿出來就不會浮起來 為什麼從水裡拿出來就不會浮起來 什麼意思 好 那 我這個 拿起來 那為什麼這樣洗澡 那為什麼這樣洗澡 好 會做浮力啊 怎麼樣 你有什麼問題 這個 感覺很重 為什麼 為什麼會浮起來 對不對 他說這個感覺很重 那為什麼會浮起來 對不對 好 OK 來 其實 當我們看到一個現象 我們真的會有很多問題 對不對 會有很多問題 好 那 這些問題 你認為只要是怎麼來的 那 我們先看看 我們先看看 來 接下來我們要讓大家體驗一下 體驗一下 體驗一下 好 現在我們有兩個 要大家體驗的就是說 等一下每一組 每一組 有一個水桶 有一個氣球 你們把它壓壓看 壓壓看 好不好 就壓壓壓看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體驗 第二個 每一組 等一下 會有一棵 禮幻 還有一些下皮精 來 看好 你把它 綁成這個樣 然後現在 先放在空氣中 看看 你有什麼感覺 然後再把它整個 把它放到水裡面去 看看 你有什麼感覺 你發現到什麼沒有 好不好 好 我們先來體驗這兩個問題 OK 來 現在 我們就來 體驗這兩項東西 OK 來 那一個 東西 現在我們先把它放下去 看這裡 剛剛因為 這個好像有人沒有聽清楚 不知道怎麼做 很簡單 就是你把這個體驗 綁成這個樣子 這個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對不對 然後先在空氣 先在空中 看一看 然後再把它 放到水裡面去 看一看 你看 你有沒有什麼發現 有沒有什麼感覺 好不好 就這樣 OK 我也發現到了 大家 不知道要看什麼 對不對 大家都是在玩 不知道玩 但不知道要看什麼 來 注意聽 當你不知道看什麼時候 你要想 欸 為什麼 人家要綁橡皮筋 對不對 你要想一下 那 如果它跟橡皮筋無關 那我就綁一條線就好啦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來 我放在空氣中 跟放在水中 到底要比較什麼 它一定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對不對 對 這就是重點 聽到嗎 要想一想 喔 不用急 對 我們小朋友怎麼有一個現象 沒錯 所以今天是要 讓你們練習思考 好不好 想一想喔 好 好 再 一分鐘 再一分鐘 然後 我們就要來 讓小朋友來發表一下他的感想 他的感想 他的感想 它 加油 尤其心 大家好 可以 觀察 很重要 觀察很重要 但是 要觀察什麼 自己要去思考 這個是更重要 好不好 來來,我們先找兩個小朋友,說明一下你體驗到什麼 你體驗到什麼,等一下,好,我點你,但是你等一下,不能給我講機器人喔 好,不要認真回答喔 OK,來,誰,好,你,是不是,還有你,好,我們這邊再給一個,來,來,你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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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對著大家,來,等一下,你可以來,這邊誰要上來,來,你過來,來,來 來,來,來,好,來,你很認真的,大聲一點,跟大家說,你感覺到什麼,來,大聲給我 怎麼樣,沒關係,你感覺到什麼,你在說什麼 我感覺,我感覺到橡皮筋變短了 你感覺到橡皮筋變短了,是什麼時候,橡皮筋變短了 放到水裡面的時候 放到水裡面以後,對不對,橡皮筋變短了,對不對 好,它有沒有什麼感覺呢 在拉上來的時候,還沒放進水裡的時候,蠻長的 好,OK 它發現到,放到水裡面以後,橡皮筋變短了,OK 來,接下來,你,你說看,你有什麼感覺 那個,那個,大聲一點 那個有變那個,那個鐵板有變那個,青 好,它變回,什麼時候變青了 放到水裡面 放到水裡面,它感覺,鐵塊,這個鐵塊放到水裡面以後 變青了,對不對 還有沒有別的,沒有啦 好,很好,再來,來,你說 苦力 苦力,你感覺出來了 放到水裡以後,會變青 放到水裡以後,會變青 會變青,是不是 OK,很好 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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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各位小朋友 我們今天這個體驗 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就是讓你 等一下我們要了解一個 什麼叫苦力 第二個 就是要讓你知道 其實很多物理的現象 就在你的生活上面 可以體驗到你 所以將來你在學物理 人生部分的東西 不是用死變的 不是用死記的 你應該去怎麼樣 去認識它 去體會它 聽到嗎 聽到嗎 知道不知道 知道 知道 好,來 剛剛大家都體驗到了 這個鐵塊 這個 放在水裡面以後 下皮筋會縮短 那就表示 它的重量怎麼樣 變青了 你也感覺到了 對不對 再來 這個氣球放在水裡面 我們說 要你壓壓看 這個應該很清楚 你感覺到什麼樣 敢壓下去 敢壓下去對不對 這個氣球 有一個力量怎麼樣 有一個力量推上來對不對 你要把牙壓下去 它就不下去 它是比較推上來 對不對 好 來來來來 來 注意一下喔 來 當老師在講解說明的時候 你們不要再玩 就是用心聽 就用心聽 好 OK 來 現在 剛剛也有人講 為什麼會這樣子 很多人就說 那是福利對不對 很簡單 是福利沒錯 可是 最後有問題 是福利沒錯 但是 我們要問你 福利到底是什麼 你不要告訴我福利就是福利喔 對不對 你剛剛這樣體驗以後 想不想得福利是什麼 來 有沒有哪一個要說看 你真的知道喔 福利是福利 不是 來 有沒有人知道福利是什麼 很簡單啊 你剛剛有什麼體驗 你從你的體驗裡面去驗是福利 好 器械式 來 你說 來 你上海沒關係 要不要大聲跟大家講 來 沒關係 講錯無所謂 握作用力 握作用力 好 沒關係 但是不太像 不太像 沒關係 來 還有誰要說看 福利到底是什麼 你認為福利應該是什麼 其實可以從你剛剛的體驗 直接就來說了 來 好 那你講 沒關係啊 有有知道什麼 就想講什麼 來 體積越大福利越大 體積越大福利越大 對 你這個跟 剛剛跟這個有關係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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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那你講的是有點道理 不過跟我們要問的 不太對 不太對 沒錯 你講 來 你說 東氣會提前 是 不是啊 那 到底是一個什麼地呢 來 等一下喔 我再做一個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喔 這個鐵塊 一定要放到水裡面 橡皮筋它會縮短嗎 不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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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不用怎麼辦 啊 從下面 蛤 用手 從底下把它什麼 往上推 是不是也可以讓橡皮筋縮短 對不對 所以橡皮筋縮短的原因 是什麼 力量 力量 是底下有力量怎麼樣 把它往上推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 什麼叫福利 福利就是怎麼樣 有那個壓力 不對 那女性說是壓力 怎麼會是福利呢 蛤 福利 顯然第一個 它是往上推的力 對不對 是不是往上推的力 可是那個力是我推的嗎 是什麼東西推的 水 對不對 是不是水推的 換句話說 水 所產生一個向哪邊的力 向上的力 有水產生的向上的推力 對不對 可是 什麼時候才會產生這個力 這時候它會產生嗎 要怎麼樣它才會 要晃到水裡面 對不對 所以 如果人家問你說 什麼叫福利 你認為怎麼回答最好 東西 東西 放到水裡面 然後 水所產生的 向上的 推力 這個力 就叫做什麼 叫福利 對不對 這個力叫福利 這樣知道了嗎 福利其實就這個意思啊 不是這樣產生的嗎 對不對 當然 這時候 當你聽到這一句話 你會有什麼想法 你會有什麼疑問 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來你說 福利是怎麼來的 就是那個福利是怎麼來的 對不對 對沒錯 剛剛我們其實只是讓你認識一下 到底福利是什麼 這樣子而已 可是福利還有很多問題啊 對不對 福利還有很多問題啊 例如說 為什麼會有福利 是不是這樣子啊 還有 福利跟什麼有關呢 像剛剛一直有 小朋友一直在講 體積越大 福利越大 這也是一個福利的問題啊 對不對 剛剛有小朋友講 它跟力度有關 對 那些都是福利的問題 但是 那個不是福利 對不對 聽到嗎 OK 好 那 正式活動二 接下來 我們已經學了這麼多了 對不對 我要考考大家 好 來 我要考考你喔 大家 來 大家是不是都 都連儒 來 先不要講 知道不知道 都不要說 好不好 好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實驗 我們現在要考試 考試不能講話 對不對 對不對 考試不能看別人 對不對 考試要自己想 來 這個是什麼 連圖 對不對 你把連圖放在水裡面 一定會怎麼樣 試試看喔 是不是會沉下去 OK 我們的問題 你怎麼讓這個人土 扶起來 來 好啊 自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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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鐘 五分鐘 自己想辦法 五分鐘 自己想辦法 看你怎麼做 自己想辦法 看你怎麼做 不用換啦 畫一定沉下去啦 你現在要到底扶起來 怎麼做 想辦法 為何要用 你怎麼做 做 什麼 偷西郎 都不會太天氣了 你可過 開場 天橋 nice 天橋 天橋 小莉 當然 會 走 走 這邊有個碗 請問這個碗 會吾還是會成 會吾 會吾對不對 誰說會吾的 吾吾 有吾嗎 好 會不會讓他吾的 是不是吾的 其實剛剛大家做的是不是就是這個道理 外面那個 旁行的那個船 是不是鐵做的 是不是很重 但是為什麼可以浮在海面上呢 中間是空心的 對 他中間是空心的 所以他的排水量怎麼樣 很小 他的排水量很大 對不對 排水量很大 排水量超過了他的什麼 超過了他的重量 所以我們說那個輪船的對位 就用什麼來 來來表示 用他本身的重量啊 是用排水量來表示的 這個就是這樣 好來 來 大家現在看這裡 來 我要讓大家看一個現象 看一個現象 這邊有兩樣東西 來 這邊 大家會注意到 這兩樣東西 那邊可能看不到 這邊也看不到 可是我讓前面一個小朋友來做見證 來做見證 你幫我看一下 這兩個東西的重量怎麼樣 重量怎麼樣 來 你注意看 看這裡 你會不會看 100克對不對 好 這個東西100克 這個東西 也是100克對不對 兩個怎麼樣 一樣重 但是 什麼地方不一樣 大小 大小 大小體積不一樣對不對 沒錯 現在我們看 我們把它吊在這裡 它會怎麼樣 可以讓這一個 直筷子怎麼辦 你看 平衡 平衡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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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現在 我把它整個 進到水裡面 不要說 會產生什麼現象 有沒有要講 我把它進到水裡面 它會產生什麼現象 好 這邊有人記住 你說 大聲一點 鐵塊這邊會怎麼樣 鐵塊這邊會怎麼樣 哪邊會比較高 空瓶子 空瓶子這邊會比較高 它會說撕掉瓶子對不對 來 下個看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它有講的 然後再想一想 為什麼 你看 大家注意看 很清楚對不對 傾斜子很厲害對不對 對不對 來 這又是你們看到的現象 底下 我們來解釋為什麼 來 有沒有哪一個小朋友 要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會那樣 來 你說 因為有一個是 因為有一個是 空心的 另外一個是 空心的 不是空心的 欸怎麼會這樣 這裡面沒有空心喔 這裡面東西滿滿的喔 沒有空心喔 因為有一個是鐵的 鐵的 鐵的 那為什麼就會 比較一起 Euoh 不是一樣中嗎 對 一般 不一樣中阿 剛剛才看到啊 那是塑膠的啊 還是塑膠的 所以放到水裡面以後 它的什麼會比較大 剛剛不是有小朋友說嗎 什麼越大 福利越大 對 體積越大 福利越大 雖然它一樣重 但是因為它體積比較大 所以進到水裡面它的福利就比較大 福利比較大 它是不是就比較輕 對不對 所以就會變成這個樣 所以這個可以證明 體積越大 福利越大 排胎的液體越多 福利就越大 跟它本身的重量沒有關係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懂了嗎 好 這是我們第一個考考大家的 來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雞蛋 對 雞蛋 這個 每一族等一下都有一個雞蛋 雞蛋放在水裡面會怎麼樣 會沉下去 會沉下去 現在 一樣 你用什麼玩我 讓雞蛋浮起來 嗯 搭一下 如果這個的話可以的話 在現在來得及 如果這個的話可以的話 在現在來得及 你沒有什麼 好 來 試驗出來了沒有 現在啦 現在啦 來裡面有什麼號號 加鹽巴 加鹽巴對不對 啊 啊 土油 土油有用嗎 好來 為什麼加了鹽巴以後 它會浮起來 來 有沒有哪一個人要說看 怎麼樣 鹽巴可以讓蛋怎麼樣 跟毛細胞怎麼樣 變小 不是 那跟毛細胞有什麼關係 你說 你說 食鹽水的密度比較大對不對 沒錯 來 剛剛不是一直有 小朋友說密度密度嗎 沒錯啊 密度是會影響到 這個全虎的現象 全虎的現象 來 剛剛 剛剛這個 雞蛋 放在水裡面 是雞蛋的密度 比水怎麼樣 比水大 所以它沉下去 當然為什麼雞蛋 比水大它會沉下去 這個是可以解釋的 可是今天我們不太想這個問題 這個是比較深入的問題 我們今天只讓你知道一個現象 然後 現在在水裡面 加了食鹽 攪拌以後 就變成什麼 變成食鹽水容易 對不對 它的什麼比較大 它的密度就變成比什麼大呢 比雞蛋大 所以雞蛋 浮起來了 沒錯啊 這個就是 密度會影響到 這個沉浮的 這一個現象 好 來 我來問你一個問題 鐵塊很重 對不對 我摘的玫瑰 對不對 有沒有東西 可以讓鐵塊浮起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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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 有 有 有 誰說說看 有什麼東西可以讓鐵塊浮起來 加鹽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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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鹽巴 你說 鹽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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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影片 那鐵塊是不是不在上面的 那不是鐵塊嗎 那不是鐵塊嗎 那是鐵塊 那是鐵塊 鐵塊不能做鍋子 那是鐵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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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不是鐵塊 有沒有鍋子 對啊鐵塊可以做鍋子 為什麼不能做鍋子呢 好來 有沒有人知道那是什麼 水銀 因為水銀的密度很大 水銀的密度有多大 是不是 大概很多人不太知道 沒關係 不知道也沒關係 它就比鐵的密度還要怎麼樣 還要大 所以鐵可以不在水銀上面 是沒錯 看過這個 這是什麼 石海 石海 可以躺在石海上面對不對 為什麼 石海裡面的鹽混 濃度比較高 所以它的密度 比鐵體的密度大很多 所以 人可以不在上面看報紙 絕對不會沉下去 好 那你在裡面 那你到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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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 我們 進行今天最後的一個活動 好 我們要讓大家做一個東西 叫做 胡承 丸子 來 我們現在把東西 挖下去 你們有沒有準備寶特瓶 沒有 等一下 沒有 不過今天如果 戴的是這種寶特瓶的話 可能做出來的效果 不會很好 試試看 可能不會很好 光面的會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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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沒關係 試試看 好來 是不是每組都有東西的 來 這個吸管不是要你們滴水用的 不是 這個吸管 來 我先跟大家 簡單說明一下 怎麼做 怎麼做 剪到一把劍 來 很簡單 我們今天的胡拳王兒 很容易做 胡拳子 你這個吸管 拿著 你大概在 這個地方 把它怎麼辦 剪掉 把它 剪掉 把它剪掉 把它剪掉 剪掉了以後 怎麼辦呢 來 把那個 胡拳子 夾在它 這個 口的 夾在這個 夾在上面 這樣夾著對不對 夾著一個 絕對不夠 你自己試 這個要你自己來試 如果你發現 不夠重 不管怎麼樣都沒辦法讓它沈下去 可以 那你可以 在這個上面 再加 再加 你一直加 好 然後加到什麼 浴布 加好了以後 你要試這個一定要試 加了以後 你把它 裝到 寶特瓶裡面 寶特瓶要裝滿水 裝滿水 然後裝到裡面 然後你要裝進去的時候 你要稍微吸一點水 吸一點水 讓它 可以浮在上面 浮在上面 浮在上面 然後蓋住對不對 然後壓 然後這時候你用 用力壓 用力壓看看它 會不會沈下去 如果不行 再試 好 所以這個可能要多放一點點時間 我們這個 大概 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來做 好 自己試試看 不過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我發現裡面帶的這種寶特瓶 因為它是有凹凸的 所以在壓的時候效果可能不是很好 可能不睡 試試看 好不好 好 就這樣子 你在哪裡 在那裡 在那裡 沒有 那不必很標準 那個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很標準 大家有玩過吧 浮在上面就這樣 你看它現在是不是浮著 當你用力壓的時候 它會怎麼樣 沈下去 然後 我們等一下要觀察 它為什麼 會沈下去 會什麼問題 好 來 你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啊 這個要壓很大 因為它這個 力量比較好 可以 你試試看 你試試看 可以不可以 好 好 來 現在 不要再玩了 好 我們玩很重要 但是了解它 更重要 好 來來 拿一個借給我一下 我告訴你 這個 來 看這裡 有一次 在跟小朋友 介紹這個的時候 我就什麼都不講 那就 歸 歸 你看 我有這個 火力油 拿著壓 不過我做的那個 稍微輕輕一壓 它就會下去 晃手它就會上 我就說 你看 我可以讓裡面的東西 下去 然後再上來 我告訴你 小朋友都很相信 哇 厲害厲害 你們知道不知道 它為什麼會 壓的時候 為什麼會下去 誰會上升 誰會上升 對不對 當你壓的時候 所以我剛剛說 你注意看 誰是不是會跑進去 當然 誰為什麼會跑進去 這是另外一個道理 好 這個 不是福利的問題 可是 因為誰跑進去呢 表示這個浮塵池 就比較 整體上來講 它就比較怎麼樣 比較重 它是不是就沉下去 對不對 當你放手的時候 水又怎麼樣 又跑出來了 水跑出來以後 它就變怎麼樣 變輕了 變輕了 它就浮起來 所以很簡單 它浮成的道理就是 改變它本身的什麼 重量 對不對 來 想想看 我們有一樣東西 就是利用這個鹽皮做的 有沒有 有沒有知道 釣一個浮飄 你有讓它沉生嗎 水母 水母 它是動物 它是吸誰進來 放誰進去嗎 沉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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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 還有另外一個 金魚 但是 那個魚的 魚肚子裡面的那個 瓢 好 它那個 也就是 跟這個原體差不多 它要 這個沉下去的時候 就把那個瓢裡面的 那個 空氣 吐出來 它當要浮起來的時候 它就吸多一點空氣進去 就跟這個原體差不多 所以 這個 沒錯 沉水田 就是利用這個原體 當沉水田 沉下去的時候 它就吸海水進來 然後 然後 當要浮起來的時候 它就把 它裡面的海水 排出去 然後 它就浮起來 好 來 現在我們來看 有一個 這個動畫 有一個動畫 有一個動畫 它前面一段是 沉水田 然後 後面它有一段 很簡單的動畫 介紹 它現在是空的 所以你看 海水吸進去了 它就沉下去 越多 對 越多就沉得越深 然後 它這樣把裡面的水 再擠出來 就是讓海水 海水越 越空 他把海水排掉 他就浮上 他把海水排掉 他就浮上 他把海水排掉 他把海水排掉 他就浮上 他把海水排掉 他就浮上 對 這個道理就這樣 跟我們的浮泉石 道理完全怎麼樣 完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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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當你看到這個時 可能還會有一些問題 有人會問到 那沉水田 你怎麼樣把海水吸進去 怎麼把海水排出來 對不對 就給我們今天 這個 水會跑進去 給 跑出來 這什麼道理 這不是福利的問題喔 這是另外一個道理 另外一個道理 好 好 那 這一個今天 今天 我們 這個 載城載福的 這個活動 就大概進行到這裡 最後我們剩下幾分鐘 我們讓同學 讓小朋友問看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其實我希望裡面要有很多問題才對 對啊 欸 問題越多也好 欸 記得喔 不要怕 當問題學生 問題小孩 對不對 這 要注意喔 其實 越有問題的人 越怎麼樣 越聰明 越聰明 對 問題越多的人 越聰明喔 你不要問題 以為問題多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就是 你有了問題 要去把它怎麼辦 把它解決掉 對不對 這是最重要 好 不要怕有問題 有問題把它解決掉 那就好 那對你來說 這非常有利的一件事情 來 有沒有 小朋友 來 爸爸媽媽有沒有問題 誰 她 可以 我可以請問一個問題 是不是我們的傳越 大招 貴越 什麼 東越 那是重心的問題 重心 對 那是重心的問題 就是說 重心越低越伍,這個穩不穩是重心的問題,不是那一面,不是普遍的問題 所以,來,剛剛有麻辣問到說,這個船是不是越重越大越穩 我說船的這個穩,那是重心的問題 重心,重心越低越伍,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船,當你在這個後衛船的時候,他都把那個重的東西裝在哪裡 裝在底下,越重的東西要裝在越底下 這樣他重心才會降低,那個跟福利不是有什麼很重要的關係 來 可以可以可以,你只要改變他的密度,而且讓他能夠超過那個雞蛋的密度 對,沒錯 對,沒錯 怎麼樣 因為他這個比,他還會感激,還會感激,還會感激 還會感激,還會感激,還會感激 還會感激,還會感激 所以我還趕邊去注意,想這個問題呢 我們大部分都是看到了,知道說,他是用什麼的 但是你現在反過來,一下子想不出來 有沒有,生活上有沒有用福利甲 紙水甲 紙水甲 紙水甲是用,看他福起來就好,那是福利的改變 對,有用,可以自己可以 右邊那就跟船一樣 我現在一直說說,無聊那就跟船一樣 有沒有說,不是跟... 一下子要嗎 那個,對對對,那個誰,福球 馬龍,馬龍那個福球控制水的那個 那個是不是用福利,對對對 那是用福利 沒錯 水甲 水甲,沒有 哈哈 這樣,這樣一樣一樣 好,那各位朋友,如果覺得今天這個載福,載成啊 這個課程這麼的精采 而且他是從一開始疑問,好奇 然後吳老師帶領大家整個走一遍科學探究的過程 這是最重要的 那我這邊稍微囉嗦一下 不曉得各位家長們有沒有留意到 《地下雜誌》上一期科學教育裡頭 有探討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小朋友 詢問他未來要不要當科學家 你知道有百分之多少的小朋友說 我未來絕對不要當科學家 猜猜看 百分之九十 那我們科學家只剩十%而已 百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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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零點一 好我公布一下答案 最新的調查是 我們的學生 百分之八十 勵志絕對不要當科學家 怎麼會這樣 所以就是可能我們的整個科學教育的過程裡頭 我們是有一些我們老師們 或者是做一個學校的機構就要去檢討的 那希望今天這整個活動可以讓大家有一個感受 深圳科學的體驗過程是這樣的 那我們就最後呢 希望大家先提下你的鼻 然後把你的雙手借給我 我們好好地謝謝 胡佑趙 胡老師今天帶給我們這麼精采的活動 好的 謝謝 謝謝 沒關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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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那這個問題開始寫完 那這個文文工作人員 如果你還想繼續留下來玩 我別再換 因為大家看起來也不正常 那個福建石有很多種做法 那前兩禮拜我們另外一個教授老師 也有跟大家示範不同的做法 大家可以交流甚至上網去看 自己去開發自己的創意 然後呢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回文針放在水裡會不會生鏽 所以你回到家裡 要把你那個回文針靈的浮塵子拿出來 等到你要玩的時候 再把它放進去 要不然你在整個寶特瓶裡面的水都會生鏽 OK 要記得喔 要記得喔 好 希望大家今天玩的雲快 大家待會就是慢走喔 謝謝大家